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人士与政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有几则令人振奋和深思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中国的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返回地球 带回了来自月球背面的样本 这是世界上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并带回地球 这些样本预计有250万年的历史 将解答关于月球两侧差异的问题 此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计划的右翼里程碑 接下来 中国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 批评了当前的贸易摩擦 强调开放市场和绿色科技对于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他呼吁各国应共同反对脱钩和断联 以促进贸易和投资 并指出短期经济增长不应优先于绿色转型 最后 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新研究显示 全球生育率下降将永久性改变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人口结构 预计到2064年 全球死亡率将首次超过出生率 这对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和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中国的嫦娥6号探测器成功返回地球 带回了来自月球背面的小行星样本 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这一壮举 探测器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地区着陆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 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嫦娥6号探月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家预计 这些样本将包含250万年前的火山岩等物质 有望解答月球两侧地质差异的问题 嫦娥6号探测器在月球南极爱特肯盆地着陆 这里是一个超过41年的撞击坑 科学家希望样本能揭示月球早期地质活动的痕迹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嫦娥团队表示祝贺 称这是中国成为航天和科技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日本时报报道 北京时间周二下午2点07分 中国嫦娥6号探测器在内蒙古成功着陆 成为全球首个从月球背面带回样本的国家 探测器在月球南极爱特肯盆地成功着陆 并采集了月壤 随后返回地球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简宣布 嫦娥6号任务圆满完成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 这一成就是中国成为航天和科学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此次任务标志着中国在月球探测方面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展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快速发展 和技术实力 雅虎美国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在东北地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开放市场和绿色技术对稳定全球增长至关重要 并批评了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 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中国有望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 并呼吁各国密切合作 反对脱钩和锻炼 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 李强指出 中国不会为了短期经济增长 而放慢绿色转型的步伐 也不会以绿色发展或环境保护的名义实行保护主义 中国的电动车出口面临来自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关税压力 中国和欧盟表示愿意就此展开对话 李强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从重病中恢复的人 需要逐步调整 并提到了北京正在通过工业升级和支持银发经济等措施来助力经济复苏 CNN报道 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危机已经来临 并将永久改变经济 经济合作继发展组织OECD最新研究显示 未来十年内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将因出生率下降而发生永久性改变 预计到2064年 全球死亡率将首次超过出生率 OECD成员国的总生育率已从1960年的每位女性3.3个孩子下降到2022年的1.5个孩子 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个孩子 这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劳动力供应迅速减少 进一步加剧通胀并影响消费文化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提出了支持生育的计划 马克龙推动人口重整计划 特朗普则承诺支持婴儿奖励 与此同时 企业和政府正在寻找应对措施 包括投资于抗通胀的商品和推动人工智慧技术来提高生产力 CNN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警告说 与西方经济脱钩将进入恶性循环 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李强呼吁各国不要只考虑自身利益 而应避免经济脱钩 这将提高全球经济运行成本 李强的言论正值加拿大考虑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之际 美国拜登政府已将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100% 欧盟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 并计划在11月前与中国进行谈判 李强在论坛上强调 中国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 并有信心实现年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CNN报道 日本一名母亲和她的孩子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被一名男子刺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一辆校车前 还有一名中国女性校车服务员也受伤 这名母亲和孩子没有生命危险 嫌犯已被中国警方拘留 这是本月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 此前 美国大学的四名教师在吉林市的一个公园 遭到一名中国男子袭击 苏州的这起袭击发生在一所日本学校附近 当时母亲正在等候接孩子 日本领事馆警告在中国的日本公民提高警惕 中国社交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被严格审查 搜索结果仅显示官方账号的帖子 近年来 中国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更多的超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 在中国贵州省的一个小镇上 火箭残骸从天而降 吓坏了当地居民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一枚火箭助推器伴随着明亮的橙色烟雾降落在地面 场面十分惊险 尽管中国的探阅任务取得了成功 习近平主席也设定了成为领先航天大国的雄心目标 但火箭残骸坠落的现象却频频出现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专家托德 哈里森表示 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操作方式 他在X平台上指出 美国已经实现了火箭助推器的回收再利用 而中国却将其掉落在有人居住的地区 且这些残骸中含有高度有毒的推进剂 这次事件发生在中法合作的卫星发射后几天 卫星由长征2号C运载火箭送入轨道 任务是捕捉和观察遥远星体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爆 CNN的报道指出 随着美国多地面临极端天气 明尼苏达州的Rapidan大坝因洪水威胁面临崩溃风险 与此同时 最高法院本周将宣布关于堕胎 枪支和前总统特朗普 绝对豁免权的重大决定 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将避免在美国服刑 最终可以返回澳大利亚 此外 朝鲜向韩国发送了另一波据称装满垃圾的气球 引发了半岛紧张局势的再度升级 中国的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了历史性任务 带回了月球背面的样本 标志着中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右翼重大进展 习近平称 这次任务是建设强大空间和科技国家的右翼里程碑成就 美国也计划在2026年发射载人阿尔特密斯任务 这是50多年来首次尝试登月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组成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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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